大家好,我是那样 你可能不知道锤娜丽莎是谁 但你一定看过这些让众多明星射死的名场面 我懵懵懂得过了一遍 这一次似乎没有改变 这明星和人都烂熟的一切 抗空无邪 歌手的克星锤娜丽莎的模仿能力有多强 连平时怼天怼地的周身 面对她的时候都哑口无言 直接被拿捏 这张老师可能需要你配合我一下 我唱的更怕你 然后你说周身 好嘞,明白了 怕你飞远去更怕你 周身 傻管我 傻管我 我捏了翅膀飞向 寻,寻着 什么调 那我们特别想听小魔陀那首歌 如果是汪峰来唱是什么样的 就像我心爱的小摩托 看我没有玩 堵车 我紧我紧肯肯我 完美剧情和福 祝福力 我要努力 我要有个好身体 花贵 花贵 其实真多就不贵 我的存在 也在意外 我冒着你, 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 从来是我苍白 瘦碎 伤痕累了 缘分让我们 相遇了是意外 认罪让我们 相遇了是意外 哇,真多了 当你以为 锤拿丽莎是个喜剧演员的时候 她的唱功直接让你怀疑人生 音乐科班出身她 和薛之谦合作征服时 高质量的低高音一出 直接是死了一拳场啊 就连林子祥和锤拿丽莎合唱过后 都对她歌手的身份是深信不疑 甚至在得知她不是歌手时 相当的震惊啊 她不是歌手 她怎么不会 你不是歌手吗 我才不相信 殿堂级女歌手叶倩文 都称赞锤拿丽莎 说看了这么多的歌手 她的唱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叶倩文在家里听了那么多呢 她说你是最好的 我的天哪 谢谢谢谢 她叫我告诉你呢 我的天哪 谢谢叶老师 谢谢 其实我也是一个女团的成员 如果不相信的话 大家不妨看一下咱们的大屏幕 很多人不知道 锤拿丽莎曾经是女团成员 当映彩儿看到她之前的照片 惊得嘴都闭不上了 肥拿丽莎因为生病吃药的副作用 发胖身材走行 但也因此有了事业的第二春 欧美嗓也更加的浑厚有力量 这就是赛翁翁师马胭脂飞火吧 您的身高是169 喂 没有169 请你注意你自己的颜值 你米其二好不好 周深老师你这都不用 这句话不用说 上车上车 身体都需要 不浪费 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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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你我就不演这一段 我上过去 晨晨你的mine是真的吗 哦 哦 我有点受伤 希望你就是过得开心一点 然后 等一下听你说完 我过得笑都不开心 不错 你现在说了 太杀瘩了 我现在可能要逗晨 我还会 还有个技能就是我可以模仿被杀的猪的声音 我模仿一下 就是过年了嘛 大家都过年要该吃猪肉了 猪就好怎么模仿 随便的宇宙大帅哥啊 比今天的你更好看的 只有明天的你 你最大的遗憾 就是不能亲吻你自己的脸 天时大概说的就是你这样子吗 哪里来的爵士大宝贝鸭 今日份的美貌也正常营业了吗 哦 这样的美貌是暂时存在的吗 是 暂时存在的吗 不要吐槽我的身高 不然小心我跳起来打他们的膝盖 有个小学生放学回家 他们家住15楼 然后他按不到15楼 就说五一进来了 帮他按了个二楼说 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你们团队为什么叫high fashion呢 因为我们这队的身高都普遍比较高 然后就有种 对不起老师 除了俄语 我大概也就只会五六种语言 只会五六种语言 周深的语言天赋有多强 五六种啊那都是少说了 他不仅唱外语歌是轻松拿捏 方言更是不在话下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周深前阵子演唱的闽南语经典加厚 就在台湾产生了极好的反响 其中一位台湾本地语文老师怒赞周深发音 甚至表示啊 现在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也很难发音这么精确了 而家后的闽南语是妻子的意思 周深演唱时候的情感也是相当的到位 并的eler居春天呐 人能饿 ading in balance 愚ии photographs エデュー 流霍 四川亚安地震的第二天 周深献唱了这首《遗族不要怕》 据说那一年他生代小节 几乎不能唱歌了 这首歌是那段时间他唯一一次开唱 目的是为了鼓励那些遭遇地震的人 不要怕 周深这个献学的维吾尔族民歌 真的是给我惊艳到了 只有一把吉他伴奏也丝毫不觉得单调 可以说周深的声音就是最好的乐器 语言天赋这么强 保证真是狠狠羡慕了 在怕人笑 我还怕人困起 曾云来 看风流开 今不见有今人去世 我在乌克兰读书 所以我们也会 不过乌克兰语 OK 没有问题 要知道 有些乌克兰人 都不会说乌克兰语 而周深在短短几年的留学经历 不仅会乌克兰语 还学会了俄语 波兰语等语言 甚至在创造营里 他还用六个语言演唱主题歌 真不愧是语言小天才呀 而对于现在的周深来说啊 现在会的语言 更是只多不少 甚至连很小众的印第语 也不在话下 Zither Harp allah 胡麻叶 轻轻看断香上邂逐 轻香脸的四十二岁他中够当少 胡麻郎啊 奇迹王啊 魔花生啊 回过男儿 赵宗长啊 杀气 灭自粮啊 心脏才彼此痕起 在苗啊 躺江中之鸭 只在了夜地大啊 躺啊 上 而且就是我还会 还有个技能就是我可以模仿被杀的猪的声音 要说这周身的模仿能力到底有多强 从动物叫声到语音AI就没有它不会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都知道这周身的声音百变全能 当时啊 在歌手上的一首达拉崩巴惊呆全网 但谁能想到 如今的周身竟然还强起了人工智能的工作 模仿AI声音 连赵丽颖都被骗过去了 我们可可有一个特异功能 能直接DNA比对 你比对一下是不是他 和杰克俊一打电话 开一口就惊到我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播 甚至连留声机 乒乓球 计算机等声音也能模仿 一个周身啊 堪比一支小乐队 真不愧是人间口技之王啊 要紧放了我爷爷 归零归零 举算机 野上堂 老唱片 唱片机 唱片机 而周深模仿起其他实力歌手的声音 也是不在话下 一句 要唱什么呢 可是把张绍涵的精髓给抓住了 翻唱模仿王妃 更是开口贵呀 那种微酸的不爱 有种远远的感觉 邓丽君唱首歌跟王妃的区别 有见炊烟神奇 不仅是模仿小天才 周深还是行走的自动BGM机器 当大家要捡东西时 他唱 当有人认琴时 他唱 当周深看见美景时 他唱 只能说啊 节目要是请了周深 连后期配乐的钱都省了呀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老郑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